弟兄姊妹,今天是西伯来利的11月24日 那么公历的2024年2月2日 那么这个星期的帕拉西亚叫帕拉西亚 那么我们今天继续分享Runghouse的领寿 那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关于 命定,什么叫命定,命定怎么样影响我们每个人 那么Runghouse告诉我们 那么造物主他管理这个受造界 是通过两个体系 这个管理体系的西伯来文叫Hankhaka 造物主管理这个世界通过两个体系 那两个体系 一个是赏罚体系 对吧 这个一人得赏赐 Sahar 那么恶人 得惩罚 但并不单单局限于这一个体系 还有一个体系 叫命定的体系 那么命定的这个西伯来文 叫Mazzo 我一般把它翻译成命定 那么这两个系统是相互配合 那么贯穿整个受造界 整个人类的历史 每个人的一生 那么都受这两个系统的管理 一个叫赏罚体系 一个叫Mazzo 命定 那么犹太先则 有一句名言 告诉我们 Hakota 雷 巴 Mazzo Hakota 雷 巴 Mazzo 字面意思 所有的都悬挂在 Mazzo 里边 把翻译成 凡事都基于命定 凡事都基于命定 对吧 那么这个Mazzo 这个单词 什么意思 简单字面成 Mazzo 是这个意思 是从上面留下来的东西 他的简单字面成意思 从上面留下来的 那么在陀佛里边 在卡巴拉里边 在拉比传统里边 这个从上面留下来的是什么 是 Shifa Shifa 对吧 这个Shifa 也不好翻译 对吧 我们一般把它翻译成 叫丰盛 对吧 中文叫丰盛 英文的话叫 abundance 或者叫做 这个养分 对不对 这个 很多人又把它翻译成 叫 Emination 就好像发光一样 那么犹太先则 在塔木多里边 Moh-Ed-Katan 28A里边 有这么一句话 一个人的寿命 他的儿孙 以及他的生计 都不是基于功德 乃是基于命定 意思就是说 一个人你这辈子 你的命是定好 就说你要活 多少年 你的40年50年70年80年90年100岁 这定好的 你的这个儿孙 对吧 是这个没有生育也好 是这个儿孙满堂也好 这个也是定好的 你的生计 就你谋生 对吧 你出去谋生 你会赚很多钱 还是很贫穷 对吧 你这一辈子 这个 这个吃穿 都不用担忧 还是一天到晚的 奔波 操劳 还不一定吃得饱饭 那么这个叫生计 这个也是定好的 那么这三样 它和你的功德 没有关系 对吧 并不是说你这个你有功德 比方说你说我这个考了个清华大学 对吧 这个我的生计应该可以 那不一定 对吧 如果你的命定是这个贫穷 你这个你这个清华大学哈佛大学也没有 对吧 对吧 很多人说啊 这个什么大学生 这什么找不到工作 这个这个没有什么找不到工作 谁说的大学生一定要找到工作 这是命定啊 命定你有的好的工作 哪怕你就是没有读过大学 你这样有好的工作 对吧 如果命定了你没有好的工作 你清华哈佛又怎么样 还是找不到工作 对吧 因为这一切都是命定 那么上天的命定 那么通常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这个地方run好给我们澄清 他说其实 这是一个高端的命定 但其实还有一个低端的命定 那么低端的命定 就是我们通常讲的黄道十二宫 十二个星座 那么这个十二个星座 是一个低端的命定 那么这是赵卧主 这个传送养分到地上的通道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人在哪天出生 几点钟出生 属于什么星座 当时这些其他的星是属于上升还是下降 对吧 那么会影响到他的命定 也就是说他的性格 他的命定是按照他出生的时候 这些星座的运行的具体的位置 而定的 但这个叫低端的命定 所以说run好 在这个derick hashan里面 他关于低端的命定 他说 从高端来的能力 可以废掉低端的影响 对吧 这个比较有名的就是关于亚伯拉罕 比方说亚伯拉罕 按照他的星座 他是没有生育的 他也不可能有儿子 儿孙不可能的 对吧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就没有以色列了 对不对 所以说 那么赵卧主 从高端来的 这个能力 这个谢法 可以废掉 他低端的命令 对吧 所以说 这个拉比这个犹太先者 有一句名言叫 in mazo ne israel 以色列没有星座 意思就是说 以色列 是选民 那么以色列的选民 他的生命是高于 这些星座 因为赵卧主的能力 高过星座的影响 你说如果你是选民的话 对吧 即管你出生 有可能 有一些命定 但这个命定是低端的 那么神的能力 可以超越 可以改变你的低端的命 但是你高端的是没法改变的 通常不会改变 那么 在赏博的体系里边 也是很简单的 其实 对吧 那么每个人按照他的行为 你的好行为就得赏赐 对吧 傻汉 如果你 如果你坏行为 对吧 你坏事情 你干坏事情 那怎么样 就惩罚 那么 这个叫公益的审判系 但这个系统的话 有个弊端 对吧 什么弊端 那么这个系统 它客观的造成了 对恶的依赖性 有什么意思 什么叫对恶的依赖性 因为 对吧 你按照这个系统的话 你说OK 我是好人 我每天做好事 对吧 那就好人一生平安 那如果他是一个坏人 他一天到晚做坏事 那他就一天到晚都遭报应 对不对 这个地方也不顺 那个地方也不顺 那么所谓的报应 其实就是灾难 对吧 比方说出去就撞车 这个房子 这个洪水 对吧 儿子出去被车给撞了 这个等等等等 那么所有这些灾难 它的本质 是恶 对吧 所以说这是一个良器 还良器 如果你做坏事情 你是恶人 那么就有恶事情 要临到你 所以说这个就是它的弊端 它就客观上 造成了这个体系 对恶的一种依赖性 对不对 你说这个不挺好的吗 这个好什么好 因为这样的话 这个审判会不断的继续下去 因为审判本身就是恶 灾难本身就是恶 对不对 比方说在这个 这个和和本的圣经里边 很多时候这个恶 这个乱 我们中文都把它翻成叫灾难 一个概念 灾难就是恶 恶就是灾难 但是赵主的计划 对恶的设计是一个暂时的 就这么六千年 对了 就这么六千年 那么在最后是要彻底的毁灭恶的 那么 但这个体系 这个赏罚体系 那么会一直的依赖于恶 那么所以说 这个命 就成了必须 就成了必须 那么按照Rangha的领受 那么为什么神要创造恶 创造恶的目的是为了在最后 揭开赵物主的荣耀 所以说恶在现在是必须的 是必须的 意思就是说 那么在今天 这个恶也好 黑暗也好 是因为赵物主在隐藏他的荣耀 那么隐藏的越深 那么黑暗就越浓 那么恶的势力也就越强大 那么这是一个赵物主的设计 那么在救赎以前 全世界会被领入最黑暗的时期 整个全世界会被领入即将毁灭的悬崖 那么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感觉到一切都已经 这个大树已尽 对不对 那么不可扭转了 在此最后的时刻 那么赵物主会突然揭开他荣耀的光 那么黑暗越浓 那么揭开的光 他的反差也就越强 那么赵物主会在此时此刻彻底的修补 在这以前 那么六千年 这个恶所产生的伤害 那么在最黑暗的时刻 会让救赎的光 破晓而出 这是Runhau领受的一个设计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想起我们以前学 这个西伯来文素质 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以前我们没有搞懂为什么 这个星期我们体会一下觉得 很有道理 为什么 我们以前发现 这个黑暗的西伯来文 它的太古术的数值 是12006 正好是光的数值 这个以前我们发现的 但也不是我们发现 是拉比发现 那么你说什么叫太古术 太古术的西伯来文叫 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说 比方说黑暗 我们来看这个屏幕 黑暗的西伯来文叫 有三个字母 它的太古字母 太古术 就是从第一个字母 字母表里边 第一个字 到这个字母的数值 加在一起的和 对吧 举个例子 第一个字母 是height 是第八个字母 那么从第一个字母 aref开始加 就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八 加到八 就是这个height的太古术 对不对 那么这个其实说白了 就是有点像它的那种 也不完全叫三角形数 对吧 因为它是按照字母来的 所以说 这个height 它的太古术 你算出来是三十六 那么信呢 那么信是倒数第二个字母 对吧 那就从从第一个字母 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八加九加十 加到十以后跳 加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一百 一百以后再跳两百三百 因为信是三百 那么加在一起等于多少 等于一千零九十五 那么第三个字母是kaf kaf的话呢 那也简单了 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八加九加十 十是yod 二十是kaf 那么加二十等于多少 等于七十五 那么这三个字母 你把它算 这个算它的和 是一千二百零六 那么这种算法 叫太古术 mispare kidem 那么黑暗的太古术 也就是说它的源头是什么 黑暗的源头是什么 你通过算这个太古术 一千二百零六 那你说这个和光有什么关系 光的数值不是二百零七吗 对吧 or alif 207 不错 光的数值是二百零七 但是不要忘了 它的首字母是一个alif 对吧 这就意味着这个alif既可以算作一 又可以算作一千 对吧 如果你把这个alif算作一千 代表大光 代表最后要破晓而出的大光 这个二百零七就变成多少了 变成了一千二百零六 那么正好等于黑暗的太古术 对吧 暗示在黑暗到极点之时 大光会破晓而出 那么这个是我们以前发现的 但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意思 那么在run号的这个解经当中 我们就比较清楚一点 原来如此 意思就是说 当黑暗 这个浓到了极点 那么就是光明 光明 旧熟的光 那么破晓而出的时候 那么这是神的设计 对吧 那么在赏法体系里边 一人是不会有审判的 对吧 一人会过得很好 对吧 那么因为你是好人一生平安 只要你是好人肯定一生平安 那么只有恶人才会受惩罚 对吧 那么如果只有这一个体系 那不太明显了吗 对不对 那么太明显了 对吧 只要看到人受苦都知道那是个恶人 看到人这个过得很好 那肯定是个好人 那么这个恶人 他也不是傻的 对吧 他也看了 他说这个好像是这样的 好像我如果 比方说我今天做个坏事情 对吧 上面天在看 那么第二天我就就出事情了 对吧 你说这个你这个人再不信 这个反复发生的话 这个也不得不信了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这个恶人 他不可能太恶 对不对 他不可能这个太恶了 可能有点小过失还是怎么样 也就是说这个恶人 他会有一定程度的收敛 他不可能太恶了 对不对 因为这个太恶的话 这个审判太大了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恶是不可能发展到极点的 对 刚才我们讲了 神的设计是要让这个恶 要发展到极点 才揭开 这个招主的荣耀 对吧 那如果你现在恶不能发生极点 那这个 这种散发体系会一直下去 对不对 那就那么就不能够行出神的旨意 对吧 所以说 神必须要隐藏 他的荣耀 必须要在这个散发体系里边 给他丢一个烟雾弹 对不对 丢一个烟雾弹 什么叫做黑暗到极点 黑暗到极点 就意味着 真理不在了 没有真理了 什么叫黑暗到极点 叫义人 不但没有赏赐 反而会受苦 对吧 没有什么好人一路平安的 这个叫做一生平安的 对 这个好人不会平安 反而 会受苦 那么这个恶人也不会受惩罚 他不单单没有惩罚 反而还特别的亨通 对吧 必须要造成这样的一种局面 这个恶才有可能发展到极点 而且到那个时候 什么叫黑暗 黑暗的话就说 这个时候如果神的百姓 向神祈求的话 神不会回答的 对吧 不会回答的 比方说真言一章二十八节 那时他们必呼求我 我却不答应 恳切的寻找我 却寻不见 对不对 这个时候这个神的百姓 祷告祈求没用啊 对吧 这个义人遭殃啊 对吧 没有真理了 整个世界 都笼罩在黑暗之中 不再有真理 所有的真理都被人践踏 这个好人的话 都被逼迫 对吧 春风得意的全是坏人 那么这个才叫黑暗 对不对 那么这才叫黑暗 所以说在以赛亚书 五十九章十五节 告诉我们 真理不再有 不作恶的 不作恶的 凡成了略物 对吧 如果这个人 他不去 与这个坏人同流和污 他自己反而要被伤害 对吧 那么将来 还不说将来 我感觉现在好像就有这个 有这种情况了 对不对 你看不到真理了 你找不到真理 你听不见真理 对吧 你听到全是谎言 然后 这个如果你不作恶的话 你要吃亏 你要被逼迫 对不对 那么这才叫黑暗笼罩世界 对吧 你说黑暗笼罩世界 那当然是因为赵主掩灭 他的目的是让恶发展到极点 那么这个时候才领入千禧年的救赎 正如经上记者说 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六节 他既然无人拯救 无人待求 甚为差异 就用自己的绑壁实行拯救 以公义扶持自己 意思就是说 他必须要等到 这个黑暗到了极点 对吧 所有的义人都被逼迫 对吧 这个义人寻到 这个血流成河 只要你是这个坚守神的真理的 你都要被逼迫 那么这个时候 整个世界是黑暗 那么无人拯救 他就会立刻用自己的绑壁 施行拯救 那么这个时候 就会让他的救赎的光 破晓而出 对吧 那么这个黑暗的时代即将来的 对吧 如果你留意的话 我感觉我们都经历了部分的黑暗 对不对 这个我们已经经历了 但是这个还不算 这个因为 因为在过去 我们感觉好像这个好人的功德 好像也能够救他脱离凶恶 但是按照乱好的领受 对吧 这个时候 如果恶在此间占上风 那么好人的功德会显得相当的苍白武力 对吧 好人的功德没用了 那么这个时候 好人为什么会受难 为什么要遭难 那么并不是因为报应 对吧 因为好人这个艺人他没有做坏事情 你说他为什么要遭难 那不是报应 而是这个特殊的时代 或者时期的一个需求 对不对 因为神命定了 那么好人要在这个期间受苦 受难 对吧 所以为什么启示录十四章十二节 告诉我们 圣徒的忍耐就在此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考验你圣徒的忍耐的时候 你必须要忍耐 那么直到造物主在最后完全揭开他荣耀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这些忠心的仆人 才会得到安慰 才会得到他们应有的赏赐 对吧 正如经上记作说 到那个时候 四篇九十篇 我求你到我们 我求你到我们 求我们受苦的忍耐 求我们招难的连负 让我们受苦的忍耐 就是说 当之神让我们受苦的忍耐 对 让我们受苦的忍耐 谭老师话筒有问题 话筒听不清楚 那个对吧 所以说四篇九十篇十五节告诉我们 求你照着你 使我们受苦的日子 和我们招难的连岁 叫我们喜乐 让我们喜乐 按照我们受苦的日子 让我们经历的苦难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将来 我们得到的喜乐 得到的赏赐的程度 是和我们今天 遭难的程度 对吧 成正比的 也就说你在今天遭受的苦难越大 那么你将来会得到的赏赐和喜乐 也会越大 对吧 但是尽管在将来艺人 要得着赏赐 按照他们受苦难的程度 但在这以前 这个只要恶战了上中 这个艺人是必定会遭难 他们的功德 并不能保护他们 正如经上记者说 阿摩斯五章十三节 所以通达人 见这样的时事 必静默不言 因为时事生恶 什么意思 就是说在将来 甚至有可能都已经发生了 会有一个情况 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通达人的话 那么你会保持沉默 对吧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必静默不言 因为太饿了 对吧 因为这个时候你去说话 你会成为重视之敌 没有必要 对吧 阿摩斯五章十三节 这样告诉我们 就说你没有必要去顶风作案 对不对 如果整个世界已经败坏了 那么你知道就行了 那么你保持沉默 因为这是神的命定 对吧 你不要以为你说 啊 我说出去 让更多的人知道 让更多的人 这个叫什么 叫起来 苏醒 唤醒他们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神已经命定了 那么在救赎以前 必定 会有一个相当黑暗的时期 对吧 所以说 不仅如此 因为恶的本质是毁灭 要打乱 一个规则 打乱一个秩序 对吧 所以说 这个是艺人的功德 不但不能救他们脱离凶恶 那么 这个恶人反而会飞黄腾达 对不对 越发的亨通 凡他们想做的事情 都会得逞 对吧 那么恶人会相当的顺 那么义人会被无情的逼迫 和践踏 所以说 这个犹太先者 早就告诉我们 在弥赛亚时代来临之前 狂傲会增多 托拉学者的智慧将被嘲笑 远离罪的人将被小看 真理将消失 你看这个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 已经在见证的事情 对不对 这个世界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狂傲的人越来越多了 太狂傲了 然后圣经 圣经的智慧 对不对 被这个被人嘲笑 什么圣经 对不对 没有圣经 或者说圣经里面都是骗你的 对 托拉学者的智慧会被嘲笑 对吧 在今天 在全世界 我发现有这个规律 在西方国家也是这样的 没有人提圣经了 对不对 这个即使我上次看 好像在美国有一个运动员 还是谁 对吧 这个他是一个信徒 他得胜了 还是得了冠军 还是怎么样 别人采访他说 你有什么感想 他首先是感谢神 结果在这个播放的时候 把他感谢神的部分怎么样 把他删除了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个世界 你看所有的这些媒体 什么这些 这些宣传机构 绝对不会提及神的 只要是有提及神的 必须要给删除 对不对 因为Torah 学者的智慧将被嘲笑 远离罪的人将被小看 那么今天 如果你不去做坏事情 别人会看不起你 你说你干嘛你 对不对 你在那边干嘛 对 别人都在飞黄腾达 都在干坏事情 这个世界 你不干坏事 你怎么赚钱 你怎么发 对不对 所以说在今天 对吧 你如果老老实实的 你说我不干坏事 会被人小看 那么真理会消失 没有真理 对不对 这个谁有钱 谁有权利 谁掌控了这个宣传机构 谁就是真理 对不对 黑的说成白的 白的说成黑的 对吧 这个通过这个宣传媒体 对不对 这个就洗脑 没有真理了 对吧 所以说 那么所有这一切 都是神的命定 而是神为了领出 最后的光明 他必须要让黑暗 猖狂到极点 作恶多端的 会青云直上 飞黄腾达 那么义人 会被践踏于尘土之中 那么再次以后 赵物主绝对的权柄 才会被揭开 实行最后的大审判 那么义人得赏赐 进入将来世界 领生命 那么恶人 以及所有的恶 会被彻底的消灭 对吧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 神管理这个世界 需要两个体系 赏法体系 和命定的体系 如果没有命定 只有这个赏法体系的话 那么就不可能造成 这个黑暗到极点 对吧 因为这个好人都一生平安 看到这个恶人都有报应 这个恶就会继续 长存 对吧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那么接下来我们休息10分钟 我们进一步的分享 义人的苦难 对吧 这个义人其实经历苦难 这个原因是很深的 还并不是那么简单 休息10分钟我们再回来 好大家休息好了 下个星期五 第六天 是十二月的新月 我们来做一个迎接 新月的祝福 十二月的新月 是即将来到的第五天 愿给我们带来良善 应该是第六日 第六日 愿给我们带来良善 愿了圣者 他的名是可颂赞的 更新他为我们 为他所有的选民 以色列家带来 生命和平安 阿们 喜悦和快乐 阿们 救赎和安慰 让我们说 阿们 阿们 好我们继续刚才的分享 那么接下来我们分享 义人的苦难 对吧 刚才我们讲了 那么在最黑暗的时候 这个义人都要经历苦难 这个恶人都会亨通 但其实 并非如此 你说你如果纵观历史 你看今天 也并不是所有的艺人 都会经历苦难 那你说什么原因 那这个是深的 这个是万贵 首先 药老师掉线了 那个话筒掉线了 就是说 首先我们刚才讲了 药物主他创造的恶 但是这个恶 并不是没有限度的 对吧 所以说 药物主给恶 他设定了 给他的这个界限 给他设定了度量 也就是说 是有限制的 然后 在整个人类的 历史的六千年 那么 那么赵物主 每时 每刻 都在主导 整个世界的运作 对吧 那么整个运作 只有一个目的 是保证 在这个命定的六千年里边 在最后会将恶 彻底消灭 对吧 从这个地方我们知道 人类历史六千年 所发生的事情 都不是随机的 也不是无序的 都不是巧合 所有的历史事件 它发生 都是赵物主的引导 都是赵物主的命定 对不对 那么都是为了达到 最后一个目的 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在最后 让这个恶 这个恶到极点 对吧 所以说整个受造界也好 包括人也好 在受造之初 其实都是半成品 人也是 受造界也是一样的 那么人类这么六千年 做工 对六天做工 就是为了修补这个世界 同时也是修补人自己 对吧 除掉人的瑕疵 世界的瑕疵 进入最后的安息日 那就是千禧年 对吧 所以说 这个人类的历史 看你怎么样去考察 整个六千年 这个历史的长河 其实就是一个故事 那么尽管 这一个故事 在我们每个人的 个人的层面 又有我们自己的故事 对吧 这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 每个民族 每个家庭 每个民族 每个国家 每个地区 都有他的故事 但所有这些故事 其实都是一个故事 都编织成一个 人类救赎的故事 那么整个故事 它的发展 它的进展 那么都是命令 那么 只有造物主 他知道 每个人 灵魂的源头 这就意味着 只有造物主 才知道 在人类六千年 什么时候 什么时期 在哪个地方 哪个国家 需要具体的 什么样的灵魂 去投胎 去完成 他的历史的使命 所以说每个人 都有 他的使命 都有神给他的使命 但是人自己是不知道的 对不对 所以说你在想为什么 比方说你拿你个人 你说为什么我要在这个时候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国家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家庭出生 这个都不是随机的 这个都是神的 量身定制的 都是相当精确的 对不对 都是神 按照灵魂的源头 那每个人的灵魂 有个源头 对吧 我们讲这个人的灵魂 来自于神的 这个荣耀宝座 那么这个宝座 有上有下 有左右 有右 各个地方 不同的方位 不同的位置 那么从这个地方 把你的灵魂凿出来 让你在地上 来走这么一趟 都是有他的原因的 他的目的 都是去修补 对不对 所以说 你不管是 干嘛 对不对 在这个时代 你的这个工作 是这个工作 那么 都是神的拣选 都是为了完成 造物主的旨意 但是 当事人 他是不可能知道的 对不对 因为如果知道的话 你就不可能 再具备他的自由的意志 对不对 因为你如果知道真相了 你就不可能去完成 神的旨意了 对不对 因为神 他希望人 是在不知道的情况下 去完成他的命令 完成他的旨意 对吧 所以说 每个人 都是有命的 但是 土耳 明确的告诉我们 算命的行为 是禁止的 为什么 其实答案很简单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 只有造物主 才知道为什么 那你说 只有造物主 才知道 天使都不知道 你在地上 找一个算命先生 他能跟你算出来 他是算不出来的 反而会误导你 所以说 土耳说 不能去算命 对吧 所以说 这个犹太先者 有一句名言 凡事 都是命令 出了敬畏天 出了敬畏天 除了人 敬不敬畏神 是自由选择 你其他的一切 都是命令 那么 这些命令 每个人的命令 来自于造物主 意愿的最深处 完全超越了人的理解能力 没有人知道 只有造物主 知道 整个修补的过程 六千年 说白了 就是去调节 这个光的强度 对不对 一个时代 需要把这个光 调强一点 那么就会充满 充满 这个顺利 那么有的时候 有的时代 需要把这个光调弱一点 就是加大神的隐藏的程度 力度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社会 这个时代就会变得很昏暗 对不对 那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有的灵魂 他需要强光 才能修补 有的灵魂 他又需要弱光 才能修补 对不对 那么所有这些 全世界那么多人 对不对 只有造物主才知道 他的受造之物的所需 对吧 我们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我们唯一能看到的 就是有的时代 是很黑暗的 有的时代 是很光明的 有的时代是很兴盛的 有的时代是很这个 这个很苦难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对吧 不管这个具体的 这个事件 是怎么样发生 怎么样发展 万事的结局 都是上 都是好的 对吧 所以说 犹太先者早就告诉我们 凡造物主命定的 都是好的 那么 造物主他命定的各种途径 各种修补 有的途径 很轻松 很义人 有的途径 充满了痛苦 充满了煎熬 所有这些命定 都不基于人的行为 和功德 对吧 有的黑暗的世界 你这个义人也要吃亏 对吧 很光明的这个世界 那么你这个恶人 没有功德 也可以享福 对了 所有这些 都是基于 整个世界 他后面的一个构建的需要 只有造物主知道 这个世界在什么时候 需要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去完成一个关键的修补 我们唯一能知道的就是 就是什么 有的时候需要强光 有的时候需要弱光 归根结底 就是传道书给我们列出来的 二十八个时间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 死有时 喜爱有时 恨物有时 战争有时 和平有时 对不对 那么传道书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 对吧 所有的 这些发生的事情 都有他的定期 都有他的命定 对不对 那么每个人 都有他的使命 都是造主 按我们灵魂的所需 量身定制的 对不对 只有造物主知道 你最需要什么 你都不知道 对吧 所以说 这些光的微调 也是相当的细腻 这些精细的微调 也只有造物主才知道 也就包括你人的一生 有的时候你很顺利 有的时候 你很不顺利 这个人生很失意 所有这些 那么都是造主的 微调 包括我们每个人 对吧 在宏观角度上 人类的苦难 和福分 在微观的层面 每个人一生的福分 和苦难 都是神的命定 都是神 按照灵魂的需求的微调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尽管每个人 因为命定 有不同的遭遇 不同的经历 但在最后 造物主会保证 公义的审判 对吧 比方说 这个 按照我们刚才讲的 如果一个人 一个艺人的命定 是经历苦难 他因为苦难 该得的 在将来世界的赏赐 一分都不会少 将来会算给他 而赏赐的程度 赏赐的多少 是按照他们 经历苦难的程度 对吧 好 那么 就说 整个这个体系 叫命定 对不对 我们说 这个拉比给他 起了个名字 叫Mazzo 这个Mazzo的话 其实在今天 以色列有很多翻译的 对吧 这个以色列人 今天以色列人 犹太人最喜欢 比方说你过生啊 什么之类的 他会说Mazzo Mazzo 你怎么翻译 命好 命定 好的命定 对 但一般的话 这个 这个以色列一般 把它翻译成叫做 祝你好运 对吧 所以说 这个Mazzo的话 很多时候把翻译成 命定 翻译成 运成 翻译成 星座 等等等等 甚至翻译成运气 对吧 都有 但是归根结底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人在出生的时候 就已经注定了你将来一生的苦难 和祝福 对吧 那就是和你的自由选择 和你的这个自由意志 和你的功德 是没有关系的 那么而且赵主将来给你的赏赐是相当精确的 即使你在一次说话当中 说了一句好听说了一句好听的话 在将来给你算赏赐的时候 这你的这你说了这句好听的话的功德 也不会少算给你 也会添加在给你的赏赐一点 是相当的精确 那同样的道理你犯罪 那么这个亏欠 那么也是一样的精确 那么那么接下来就有个问题 如果我们在将来世界才能得赏赐 难道在现在世界 就今天 难道只有命定吗 那么事实并非如此 那么要正确的吃透这个概念 我们需要学习一个重要的原则 那么这个记载在下面的一个 犹太拉比的教导里面 那么这个是属于 25章第三节 拉比解经 说在大魏年间有饥荒 那么这个其实是引用经文 撒末尔记下 21章第一节 大魏年间有饥荒 那么拉比解经 这个饥荒 本来是命定给扫罗期间发生的 而不是在大魏统治期间发生 因为扫罗像一棵不结果子的树 神就让饥荒 发生在大魏统治期间 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扫罗像一棵不结果子的树 意思就是说扫罗的那个时代 不能承受这个惩罚 那么神就没有让他去承受 那么拉比犹太先者在另外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 当总亚麻的要测试亚麻的时候 他总是选最强壮的去测试 所以说造物主他并不测试恶人 因为他们不能承受测试 他总是测试他的选民 他的义人 对吧 所以说从这个地方 让他软好告诉我们 造物主的命定其实也不是随机的 对吧 而是只拣选那些能够完成他任务 也不是随随便便 对吧 因为如果这个亚麻太软弱 那么造物主就不会给他这个命定 对吧 因为扫罗时代的信心不大 那么造物主就将本来应该在扫罗时代发生的饥荒 延迟到了信心很大的大魏的时代 对吧 所以说我们来总结一下 造物主预备了两个体系 去修补和完善这个受造界 一个是赏罚体系 一个是命定体系 那么造物主 什么时候 这个施行这个体系 什么时候施行另外一个体系呢 这个是不定的 造物主有的时候 会施行一个体系 有的时候 又会去施行另外一个体系 所有这一些 都是按照他的 全知的智慧 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对吧 也就是说 只有两个体系相辅相成 对吧 那么才能达到造物主的目的 否则 你只是采取一个单一的体系 对吧 比方说 我只施行这个 命定的体系 没有这个赏罚 对吧 我就是命定 所有都是命定 这也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造物主他只施行命定的话 对吧 那么一些艺人受难 另外一些艺人他不受难 对不对 那么一切都按照他们灵魂的需求 但是恶人永远不会受难 你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对吧 为什么恶人 永远不会受难 因为没有报应啊 只有命定没有报应 对吧 但是刚才我们讲了 神他不会测试恶人 对吧 所以说恶人的日子总是过的逍遥亨通 如果这样下去的话 你不要太久 对不对 一切都会显得变得太明显 就一下就会太明显了 对不对 这个凡受难的都是艺人 凡日子过的逍遥的都不是艺人 对吧 那么你就具备了清晰度 那么如果你有了清晰度 那么人就失去了自由选择 你不可能选择了 对不对 因为你有清晰度 你相当清楚的知道 为什么自己会受难 你相当清楚的知道 为什么恶人不受难 那么这个时候 神的测试 他的果效就会打折扣 就不是很真实 为什么 因为你想一想 如果这个艺人 他清楚的知道 这是神给他的测试 他的一个本能的反应是什么 他说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点吧 为什么 为了得到将来更大的赏赐 我今天苦一点不要紧 我为了将来得到更大的赏赐 那你说他还有选择吗 他已经没有选择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稍微有一点逻辑思维 对不对 稍微在这种情况下 对不对 稍微有一点逻辑思维的人 都会主动的选择苦难 那么这样的话 也就没有恶人的 恶人说我干嘛 为了现在享受一下 将来什么都没有 对这个恶人也愿意这个去行 那就没有恶人了 对不对 所以说人就失去了自由选择 对吧 所以说为了保证人有自由选择 自由意志 必须要消除人的清晰度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散伐体系就可以进去 对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会造成一个果效 什么果效 这个恶人 他偶尔也会受到惩罚 他偶尔也会受到惩罚 但是很多时候呢 他又不受惩罚 对吧 这个恶人 有的时候他又有报应 他有的时候又没有报应 对吧 有的时候这个恶人 如果他有一个良心发现 又会得到一个赏赐 反过来 这个义人 他偶尔因为一个异形 得到了一个赏赐 回避了部分的灾难 但是或许又因为一个小过失 又得着了一个小的审判 那么这两个体系 交织在一起运行 那么基本上就造成了一种什么局面 把整个这个事情啊 绞成了一团浑水 没有任何人可以清晰的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受难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蒙福 对吧 你说你你为什么会蒙福 我蒙福是因为我的这个行为呢 还是因为我的命定 你不知道啊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 你没有清晰度 你什么都吃不准 神的测试 才会因此变得很真实 也才有意义 否则没有意义了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你能够饱受自己的信心 如果你能够忍耐到底 那么你最后得的赏赐 才是你真正配得的 对吧 所以说 那么这就是神的设计 两个系统 必须要交织的运行 他的目的是把这个水 把它搅混 那么这样的话呢 人就不会有清晰度 比方说传道书九章第二节 告诉我们 凡领导众人的事情 都是一样的 这个义人和恶人 都遭遇一样的事情 对吧 如果你是好人 你洁净和不洁净 你献祭的和不献祭的 都是一样的 好人如何 罪人也如何 你启示的如何 你不起事的 你怕启示的也一样 那么那笔怎么解决 那笔说 这些经文什么意思 这节经文 是所罗门 他纵观人类的历史 他发现 这个义人和恶人的命运 好像都是一样的 对吧 你说 这个亚伯拉罕 他死了 林路也死了 大卫作王四十年 尼布加利萨作王 也是四十年 这个是来自于 Yauku Shemoni Kohenes 989 那么这个地方 拉比杰是什么意思 神 告诉所罗门 恶人 犯不同的罪 会导致不同的惩罚 先告诉他说 恶人 这个恶有恶报 你不同的罪 你不同的恶的行为 是不同的 惩罚 接下来神让所罗门 看见 另外有一个义人 他是如何的 小心谨慎的 避免犯这个恶人 同样的罪 但最后 他的命运 他遭到的审判和惩罚 和恶人是一样的 比方说 亚伯拉罕 传福音 传独一神的福音 那么与他唱反调的是谁 是灵路 灵路是第一个 对 这个建造了拜偶像的巴别塔 所以一个是代表偶像崇拜的始祖 一个是独一真神的始祖 但两个人最后都死了 你说这个亚伯拉罕 他的赏赐在哪里 对不对 就是这个灵路他的审判在哪里 对不对 都死了 大卫王 他花钱 买了圣殿山 对不对 他预备 给神建造一个圣殿 这个是一个异形 这个应该得赏赐 那么 这个 这个几百年以后 这个巴比伦的王 离布 这个加里萨 把这个大卫预备的这个圣殿 把他毁了 那是个恶人 对不对 他应该有审判的 但好像他没有审判 对不对 这个巴比伦是活的 活的是相当的逍遥 而且两个人做王 都做了40年 对吧 犹大王 这个尤西亚是个义人 圣经告诉我们 是个义人 在耶和华面前 行 这个 好的事情 而以色列的王 这个叫阿哈 是个恶人 在耶和华面前 行恶的事情 对吧 因为我不喜欢的 一个是义人 一个是恶人 但两个人最后 都死于乱见之中 你们都死了 你说你这个东西 那你说 那我干嘛 要去做好事情 我干嘛 要去和这个敬畏神 对不对 这个恶人和义人 都没有区别 都死在乱见之中 他的功德 没法保守他 对吧 那么所有这些案例 在圣经里面 有大量的案例 告诉我们 两个人的行为 可能正好相反 一个是行义 是行出神的诫命 一个是正好反过来 对吧 行恶 反过来 但两个人 最后的结局 居然是一样的 对吧 从表面上看 那么人的行为 并不能影响 人的命运 那么这一切 都是赵我主的设计 设计的目的 这个目的是为了 给义人赏赐 因为两个体系的交织 导致没有人可以清楚的知道 自己遭受苦难的原因 没有人知道 对吧 你说我们今天以色列渔民当中 也有经受苦难的 你说什么原因 你说不清楚啊 对不对 你说 是因为他的罪吗 也不一定啊 对不对 因为有可能是罪 有可能不是啊 对不对 因为人遭难 他有可能是因为自己的罪 有可能没有罪 他也遭难 对吧 约伯不是一样的吗 约伯就没有罪 他也遭难 对吧 那么这种遭难 就是因为命病 对不对 所以说 对吧 甚至是有可能是因为你的义 因为你能够承受这个苦难 神才让你去遭受苦难 对吧 所以说都有可能 那么都有可能 那就说不清楚 对不对 那在此缺乏清晰度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时候 才能测试出人的信心 对吧 人的信心就体现在 他们能够坦然的 接受苦难 尽管 他不明白具体的原因 他不知道为什么受苦 对吧 没有人知道 很多原因都有可能 但他们相信 凡神所做的都是好的 都是公义的 因为他们的这个信 那么就是他们将来 得赏赐的功德 对吧 反过来 如果没有信心的人 会抱怨神的不公平 对吧 比方说以西节书 十八章二十九节 以色列家还说 主的道不公平 以色列家 我的道 岂不公平吗 你们的道 岂不是不公平吗 对吧 所以说这个 很多人说 神不公平 那么神反问你 是你的道不公平 还是我的道不公平 我是造物主 我怎么可能不公平 对吧 所以说 但是尽管如此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学到一个 基本的原则 就是说 即使造物主 他用命定去管理世界 他超凡的智慧 也能让命定的体系 并不违背 赏罚体系 两个体系 反而相辅相成 对吧 比方说 在塔玛德里边 有个相当有名的先者 叫耶忽达 哈纳斯 哈纳斯 那么那比怎么样 评论他说 因为他做错了一件事情 灾难就临到了他 他后来做对了些事情 灾难又离开了他 这个记载在 巴巴 米塞亚 85A里边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其实那比 耶忽达哈纳斯 他的苦难 其实是命定 这是神命定给他的苦难 因为他的灵魂的高端 他的灵魂来自于高端 他能够承受苦难 神给他命定了 但是 神并不给他挑明 反而将两个体系 掺杂在一起 对吧 按照命定 他有苦难 但造物主偏偏 领住苦难 却是通过拉笔饭的一个小货饭 对吧 就是说从他的角度 他说我 我好像 的确犯了一个错误啊 对吧 这是我的苦难的原因 对吧 他说究竟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我的灵魂很高 还是我犯了一个错误 对吧 所以说没有人知道 对吧 死人仿佛啊 雾里看花 你永远 不知道 真正的原因 那么马哈拉还取了一个例子 他说比方说 以色列 流亡埃及 他真正的原因是命定 对不对 为的是通过出埃及的神迹 给世人做见证 领受托拉 但是拉比告诉我们 在托拉表面上 却仿佛在暗示 这是审判亚伯拉罕缺乏信息 因为在创世纪十五章里边 那么神给亚伯拉罕应许 说你要得到这个应许之地 那么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五章 第八节里边 他不相信 他反问耶和华 他说主耶和华 我怎能知道 必得这地为业 那么拉比捷 就说完蛋了 这个亚伯拉罕不该问这句话 你干嘛要问这句话 这个神说要给你就要给你 对不对 你不相信神 那很好 神说因为你不相信我 我要让你的儿孙 在埃及给我流亡四百年 但其实这是个烟雾蛋 马哈拉说 这个不是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命令 但是神很多时候会给你来一点烟雾蛋 好 那么最后我们分享一下命令的源头 那么艺人在今天他们的好行为的果子 就是将来他们的赏赐 在一点元 在将来世界里边的享受 那么但在今天 现在世界他们的好行为 其实就是修补 创造界具体的瑕疵 那么将来他们赏赐的程度 是按照他们修补的程度的对应 那么赏卧主创造了一个充满瑕疵的世界 就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物质的世界 它其实在后台 它有一个这个架构 有一个框架 那么这个框架我们是看不到的 我们看到的是花草树木 但其实在灵界 整个这个物界都有一个对应 它后面都是有一个框架 对吧 那么说白了 我们今天这个物质的世界 其实是隐藏在后台的框架的投影 那么只有赏物主知道 这些瑕疵它具体的位置和所需的修补 然后按照这些需求 将不同的灵魂命定 他们在不同的时代投胎进入身体 所以说意思就是说 每个人这个投胎到这个世界上走这么一趟 都是为了一方面是修补你的灵魂 另外一方面是修补这个世界后台的框架结构 某一个地方的具体的瑕疵 那么正是这些隐藏的框架结构 它决定了每个人的命定 对吧 那么这些框架也造成了这个人类历史 在不同时代 不同时期 不同程度的光明和黑暗的根源 那么这些光明和黑暗的架构 决定了人类历史六千年要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那么每个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命令去修补这些后台的瑕疵 那么所有这些修补它的果效都会记载在后台的框架之中 那么直到最后的大审判 所有这些记载下来的果效就是每个人赏赐的依据 那么在神的荣耀宝座前是没有忘记的 任何一个瑕疵 即使被修补了 修补前的状态和修补后的状态都是不会忘记的 永远记录在案 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如果一个瑕疵被修补了 再被损坏 再修补 也是记录在案 对吧 所以说所有这些都是相当的精确 记录在案 那么神审判每个人是按照过去 现在和将来全方位审判 那么所以说神的审判 是最公义的 那么在将来 在最后大审判的时候 那么每个人都会知道 人类历史 每个历史事件真正的原因 从第一个人亚当夏娃 到最后的大审判 以及每个人一生当中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你的人生当中发生的每件事情 都是有原因的 那么在将来 大审判的时候 你都会知道 你都会知道 那么你会发现 所有神的命令 都是公义的 都是公义的 那么那个时候 当一切真相大白以后 所有的灵魂 都会赞美 造物主的公义 好 今天我们的分享到这里结束 接下来休息 接下来休息二十分钟 我们再自由提问 大家休息好了 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回答问题 第一个问题 新的安息日祷告本 可以分享到以色列渔民 微信群吗 我待会发一下 第二个问题 请问 义人前世今生都是义人吗 如果义人犯罪 是不是就成了恶人 恶人前世会不会是义人 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 是没有人知道的 对不对 因为这个有些东西 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 我们只能知道一些 基本的原则 即使我们知道的这些东西 都是这个 这个run house 从天使那里领受的 对不对 所以说 有些东西我们能知道 有些东西我们不能知道 超过了我们的 这个 领受 对吧 也就是说 比方说 这个人 以前轮回怎么样怎么样 是不是修补 那么都是有可能的 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 会很清晰 对吧 因为神的目的 就是让人没有清晰度 因为没有清晰度 那么你才能够有 只有选择 下面问题 请问在图案里边 怎么样看神的性情 后悔 他立扫罗后悔了 但接下来又说 他从不后悔 怎么理解 这也非常影响对行的信靠 如果不达标 神就撤销给的指标吗 对吧 比方说明书记 神非人 必不自说谎 也非人子 必不自后悔 他说话 岂不照着行呢 发言岂不要成就 以色列的大能者 必不自说谎 也不自后悔 因为他 好 那么 这个的理解的话 应该这样理解 首先 造物主 在创造天地以前的 这个本质 人是不可能知道的 超越了人的理解的能力 也就是说 有些问题 你是永远没有答案 那么 在创造以前 神的本质 没有人知道 我们今天 能够知道的 神的性情 那么是属于 受造以后 创造以后 神创造的 这个神的形象 对吧 说白了 我们今天 神通过圣经 启示给我们的神 那么是我们 可以领受 对吧 也就是说 圣经里边 给我们的神 是可以领受的 可以知道的 但即使如此 你会发现 在圣经里边 在提到神 的描述 有很多矛盾 对吧 那么 所有这些矛盾 它的本质 是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 就是我们 人 在不同的层面 那么 领受 关于神的启示 也是不同的层面 也就是说 神的启示 是不同的层面 有高层 有低层 因为神的 整个创造的过程 对吧 就是他的 这个 Pesha 我刚才讲的 Pesha 他的丰盛 对吧 也翻译成光 他发散出来的光 的一个下降的过程 也就是说 这个光 也是他的一个创造 但是这个光 在下降的过程当中 一层一层的下降 那到了我们 这个层面的话呢 那就是我们 可以看见的 比方说 在圣经里边 你会发现 有个相当 有名的矛盾 在生命纪里边 圣经说 以色列人 摩西警告 以色列人说 你们在西来山上 没有看到神的形象 因为神没有形象 对吧 没有神的形象 但是在其他地方 对吧 以西结书 告诉我们 看到了宝座上面 有一个人的形象 对不对 那么有的地方 告诉我们 看到了神的形象 有的地方 告诉我们 你没有看到形象 对不对 对吧 有的地方说 人不可能看见神而活 但有的地方 神又说 我和摩西面对面说话 你说什么意思 究竟有没有看到 那么其实也是一样的概念 这是属于 启示的不同的层面 启示的不同的层面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 这个创造的这个光 在下降的过程当中 越到下面 那么它越粗糙 那么越粗糙的话 它就越具备物质的特征 比方说形象 对吧 所以说 在低端的启示 你能看到神的形象 对不对 但是免得让你认为神就是那个样子 所以说突然在另外一个地方说 你没有看到神的形象 你说我明明看到了 不错 你看到了 那是一个形象 但那并不意味着那就是神的形象 你说这个东西我没法理解 那么其实这就是一个悖论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先知 在领受神的意象的时候 那么他总是看到一个意象 对吧 比方说先知看到神 你说神没有形象怎么看到 他看到的是一个意象 是一个图像 是一个图像 那么这个图像 就各种图像都有 按照他要传达的信息的内容 对吧 比方说以西节 他看到的宝座上有个人的形象 但同时又看到 有这个鹰 对吧 有牛 对吧 有这个狮子 等等等等 那么所有这些 那么都是因为 因为神要传递给先知的 不同的信息 那么在Runhau 从天使那里领到的这个 这个知识告诉我们 当先知领受 这个神的启示的时候 他总是看到一个形象 但是每个不同的先知 看到的形象是不一样的 根据他要启示的内容不一样 而且 那么先知他看到这些形象 并不是用他的肉眼 也就是说 很多时候先知的眼睛是闭上的 也就是他眼睛 但是他看到这个形象 不是他的肉眼 而是他的灵眼 就是他灵魂的眼睛 那么我们这个是没法体验的 对吧 唯一可以体验的 就像我们做梦 对吧 当你做梦的时候 你的眼睛是闭上的 但是你看到了梦境 那么这是一个相当粗糙的比方 所以说在拉比传统告诉我们 人的梦境 是六十分之一的先知的预言 意思就是说 当先知领受预言的时候 他其实就好像你在做梦 那么你正如你在梦里边 看到了很多形象 那么他 这个先知领受神的预言 也是一样的 但是 一个先知 在这个梦境 在这个异象里边看到的是一个穿白衣服 有的先知看到的是一个白胡子的 白胡子的爷爷 有的看到的又是一个年轻人 都是同一个神 对吧 比方说在但一里 但一里说 我看到了在耿古宝座上的一个白发老人 对不对 那么在约翰 启示录里边又看到了一个年轻人 对不对 看到一个年轻人 对吧 又看到这个头发又是白的 等等等等 有的时候又是看到的是头发是黑的 有的时候看到头发是白的 那么所有这些不同的图像 都是根据他要启示的内容 不同 对吧 所以说 那比如说 当你看到一个老爷爷的形象 那么这个时候启示的信息是关于年名 如果看到这个年轻人 黑头发 那么这是要战争 对吧 因为年轻人就打仗 老爷爷的就很和睦 对吧 很怜悯 对吧 但是不管怎么样 当这些先知在领受这些预言的时候 那么他们内心是百分之百的知道 这是神在给他们说话 他没有丝毫的猜测 他也知道 他看到的这个形象并不是神 对吧 所以说因为他毕竟看到了神的形象 所以说既可以说他看到了神的形象 因为他的确看到了图像 对吧 看到一个白头发人 这个白发老人 对不对 但是另外一方面 也要说你没有看到神的形象 因为神没有形象 对吧 你看到的只是神的一个投影 一个投影 那么同样的道理 后悔也是一样 对吧 你说先知在印象里边看到的神就像人一样 对吧 有头发 有眼睛 有鼻子 有嘴巴 对吧 还有右手 有左手 对吧 眼睛 对吧 这个图案里面说耶和华的眼睛 对不对 看这个世界 然后耶和华用他的右手 对吧 这个拯救以色列人 或者说这个比方说耶稣基督坐在神的右边 对吧 所有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图像 但是并不意味着在天上世界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 因为人是生活在一个相当低端的物质的世界 他没法领受超越了这个物质世界的一个存在 所以说为了让人明白 那么神的启示只能够通过人在地上熟悉的事物 对吧 就好像你做梦一样 你做梦 你不可能梦到你从来没有经历过的这些场景 世界 对吧 尽管很离奇 但是毕竟是有树 有花 有树 有汽车 有公车 有飞机 有房子 对吧 尽管很荒谬 同样的道理 你看到神的意象也好 那么都是地上 你可以认同的一些图像 对吧 比方说人的形象 那么同样的道理 至于后悔 那么在低端的神的启示 当然是有后悔 对不对 因为你这个 这个扫罗利扫罗后悔了 对不对 这个神 这个看到诺亚那个时代 这个这个罪很大 就后悔了造人 对吧 然后兴起洪水 那么这是在与人 这个交通的这个 低端的层面 那么这个神在这个层面上 那当然就像人一样 像人一样 但是神在源头 甚至高一段 他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呢 因为神是自由拥有 他在那个地方 没有时间的概念 他这个一眼看出去 就看到了 过去现在将来 怎么可能后悔 对不对 所以说 那你说有没有后悔 那要看 从人的这个视角 是后悔 对不对 但是 从神的视角 没有后悔 对吧 就好像你将来 受大审判的时候 回过头来 看整个人类的历史 看你的人生的经历 你说 我 从人的视角 我这一生 走了很多的弯路 对吧 我年轻的时候 这个年少 这个气盛 对吧 做了很多 这个错 走错了很多路 然后后来 我又怎么样 悔改 等等等等 那么好像 你犯了很多的错误 好像你也有后悔 对不对 但其实将来审判的时候 一些真相大白的时候 你回过头来看 你会发现 你的人生的每一个步伐 每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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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 这个 每一个 这个 这个 战 对吧 都是一个命定 你没有走错 这是一个 这是你的命定 你命定要走那条路 所有这一些 都是神的设计 对吧 归根结底 刚才我们讲了 所有都是命定 唯有你敬畏神 唯有你的信心 这个是 这个是你的自由选择 那么将来 你的赏赐 就是按照你的信心 按照你的自由选择 对吧 下面问题 有个问题 雅各离开拉班的时候 有97岁 之后活了50年 137岁 147好像 对 活了147岁 对的 对吧 雅各活了147岁 下面一个问题 现在人是长宽高的空间 神是几度空间 神没有空间 对吧 神没有空间 那比如说 这个 神是世界的空间 但是世界 不是神的空间 神没有空间 为什么 因为任何一个空间 都代表有限 对吧 你不管你是几位 你十位又怎么样 你一百位又怎么样 对吧 你一千位又怎么样 我可以再加一个一 对吧 所以说你只要是空间 只要是有纬度 那都是代表一个限制 那么神是不可能有空间 可以限制他 也不可能有时间 可以限制他 因为他是源头 一切的源头 下面一个问题 一切都是命定 那人的选择呢 也就是在命定 命定中要如此的选择 那么人唯一的选择 就是净位神 其他的没法选择 对吧 那么在你的人生的每一天 对吧 事无大小 那么每天其实都面临着 你敬不敬畏神 对不对 其他的都不重要的 说白了 对不对 你这个 你的家庭 你的出生 你的学习 你的教育 你的学历 你的工作 都是命定 但是 在人生的每一天 你从早晨起床 到晚上睡觉 你这一天24个小时 对吧 晚上白天 你会做出很多的决定 那么这些决定当中 你这些决定 是不可能改变你的命运的 但是呢 在涉及到 敬畏神的决定当中 那就是你将来的赏赐 对吧 比方说 走在路上 突然 看见四处 对吧 突然有了一个偷盗的欲望 对吧 也没有人 相当好的一个东西 可以偷盗 那么这个时候你偷盗的欲望 是很大的 对不对 如果你不敬畏神的话 你就偷盗了 对吧 但是你敬畏神的话 你就没有去偷盗 这就是你的选择 对不对 这个和别人在一起讲话 别人在讲一些 所事的事情 那么你觉得浪费时间 你就离开了他们 这也是你的选择 对不对 工作当中 生活当中 对吧 这个 很多地方 你都可以行出诫命 对吧 不要去讲坏话 这也是你的选择 对吧 要赞美神 这也是你的选择 对不对 那么做美好的见证 这也是你的选择 对吧 人有很多选择 每天 每时刻 都有你的自由的选择 下面问题 能不能分享一下 尽心尽力 尽心爱主我们的神 其次是爱人如己 还有爱人如己 自己如何爱自己 怎么样才算爱自己 那么一般的话 一般的说来 这个人爱自己 是一种本能 对吧 这个基本的原则 是人都爱自己 对吧 那你说 那也有不爱自己的 也有 那么这个是属于一种例外 特例 对吧 那如果你不爱自己 那很显然 你今生的修补 就是要学会爱自己 对不对 你学会爱自己 对吧 比方说 怎么样算爱自己 那么有很多 这个可以 有很多理解 对吧 比方说你说 OK 首先 你要知道你的身体 你的灵魂 都不是你的 都是来自于神的 对吧 你就好像一个 你是个代管 你是个管家 你在帮神 这个管理 这个神给的灵魂和身体 对吧 怎么样爱自己 那么首先 家庭 社区 地区 国家 对吧 你首先要让自己 就好像以前 我们讲奉献一样 你首先要让自己 要能够吃饱 喝足 你才能去帮助别人 对不对 才能去帮助别人 你首先要 要把自己 这个保护好 那就好像 我们以前讲的 两个人 这个过沙漠 对吧 只有一瓶水 那么 如果你 你不给另外一个人喝 你可以出沙漠 如果你和他 分享的话 两个人都死在沙漠 你应该怎么做 那比特哈拉哈 很简单 你应该 自己喝 因为你的首要的任务 是保全自己的生命 你只有在保全 自己生命的 这个前提下 你才能去帮助别人 对吧 所以说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对吧 这种所谓的大公无私 这是没有妥而依据的 你首先要爱自己 你才能爱别人 下面一个问题 最后约瑟 身边活了17年 正好是约瑟17岁离开父亲 这么说 上帝的命病早就体现 那么从我们出生到死 我们一生经历的苦难恩典 也是 辞衡 那么只要敬畏天 具体 如何做 才是敬畏天 敬畏天的话 就是要去遵守神的诫命 对吧 神让你做的 你就要做 神让你 不要你做的 你就不要去做 对吧 不要去行恶 不要去干坏事情 不要去满足自己的欲望 对吧 做一个敬虔的人 这是很简单的 其实这个都不需要人教 大家都知道 我们古代人都知道 对 什么叫做敬畏天的人 对吧 那就是敬畏 敬畏神 知道有一个 知道有一个造物主 对吧 知道神有他的计划 知道我们是受造之物 对吧 不要以这个各 这个自我为中心 不要以自我为中心 要知道一切都是神的计划 下面问题 从哪里可以看出雅各离开拉班97岁 那么这个的话呢 这个圣经里面是没有的 那么这是一个拉比的传统 那么从哪个地方看呢 我记得我文章里面应该有记载 它是倒推过来的 从那个 从雅各 147岁死 倒推 对吧 这个约瑟 这个17岁的时候 离开他 倒推 倒推就算出来了 他生 这个约瑟 是97岁 倒推出来的 我在文章里面应该有 下面一个问题 新旧约是一个约 还是两个约 那么这个其实 这个圣经挑明的 很很清楚的 对吧 在以西结书里面有 那么在希伯来书里面也引用 就说 神要和以色列名 立新约 对吧 希伯来文叫 Brit 哈达夏 Brit 约 哈达夏 是个新约 那你说OK 新约的内容 有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内容是没有改变的 改变的是谁 改变的是人的心 对不对 改变的是人的心 对吧 就说约的内容是没有改变的 神不可能改变 对不对 只不过呢 和他立约的 这个以色列的心会改变 对吧 以前是个硬的心 这个律法写在石板上 那么新约的话呢 是变软的心 那么律法写在心板上 这是新约和旧约的本质的区别 下面一个问题 土耳说 赞扬神的荣美 这个荣美是指神的作为吗 那么这个荣美的话 你要看 这个有很多种翻译 对吧 我都不知道这个西伯来文是什么 这个在西伯来文里边 有很多词都可以翻译成荣美 对吧 比方说我们讲的 T-Fedres 配Air 对吧 然后这个 等等等等 有很多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中文没法翻译的 对不对 很多时候 就像我们翻译的 如果你去看这个西伯来文的祷告 祷告本的话 他赞美神有很多 对吧 谢巴呼 对吧 这个 等等等等 中文真的不好翻译 对吧 很多时候这个意思还真的 你不知道什么意思 你只知道是赞美 但是具体什么意思 其实你也说不清楚 对不对 那么这个荣美的话呢 我不知道这个西伯来文是什么 因为这个有很多西伯来文都可以翻成荣美 T-Fedres 可以翻成荣美 对吧 还有这个 Cavoid 荣耀 也可以翻成荣美 Hod也可以翻成荣美 很多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说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是神的属性 这个西伯来文叫Midl Midl 属性 对吧 我们一般把它翻成属性 对吧 属性的话 就是说 在生命书里面有十个属性 对吧 比方说Hesed 恩慈是他的属性 Gevra 大人是他的属性 Meli T-Fedres 是他的属性 Netzach 得胜 他的属性 Hod 赞美 赞美很多时候 也可以翻成荣美 荣耀 对吧 Hod也是他的属性 根基属性 王国属性 王国代表谦卑 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都是代表神的属性 什么叫属性 就说当神和人发生关系的时候 他有一个属性 举个例子 当神把救恩拜拜给你的时候 这个属性是什么 这个是Hesed的属性 对吧 当神要审判你的罪的时候 是什么属性 是Gevra 对吧 当神怜悯你的时候 那是美丽 对吧 这个神复活的时候 是得胜 对吧 这个神谦卑的时候 就是承认的时候 这是赞美 对吧 等等等等 是指神的一个和人 发生关系的时候的一种属性 对吧 他希伯来文叫密道 密道的意思就是尺寸的意思 尺寸 下面问题 是信主以后神会改变我们的命定吗 那么按照我们刚才来讲 有低端的命定 高端的命定 低端的命定是可以改变的 高端的命定是没法改变的 什么叫高端的命定 对吧 刚才我们讲了 这个你的寿命 你的儿女 以及你的生计 这是没法改变 那么其他的话都是可以改变 下面问题 这节课的功课是教导我们不管处于什么环境 遇到什么苦难 对吧 赞美造物主 对的 一切都是好的 所有一切都是好的 可是有时很难赞美造物主 遇到苦难的时候觉得很压抑 只想抱怨环境 甚至抱怨神 那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呢 那你以后就 以后就有亏欠 对吧 说明你没有信心 对吧 你没有信心啊 对吧 信心体现在哪里 信心体现在 在这个遭受苦难的时候 你知道这是神的美意 这叫信心 对吧 下面问题 这节课给我们的感觉 用外邦人叫造化弄人 不知道这样形容 对吧 你可以这样理解 我也是说白了 就神给了个烟雾蛋 对不对 这个搅混水 把这个水搅混了 对吧 让人没有清晰度 为什么 说得很清楚 如果你有清晰度了 你就失去了自由意志 你就没法选择了 对吧 没有选择 下面问题 感觉造物主 设计这个游戏规则 从而告诉我们 他的游戏规则 这样理解 对 对的 但如此 神当然设计这个游戏规则 他是造物主 他当然要设计游戏规则 第二个问题 下面一个问题 圣经都是神默许的 也有另外一种翻译 凡神所默许的圣经 这两种好像 是说圣经 也有不是神默许的 这个处理 怎么处理这个问题 这个中文把它翻译成默许什么之类的 那么其实很简单 就是说 今天 我们归入正典的圣经 对不对 包括你的所谓的旧约 新约 所有这些书 把它收成圣经 叫圣经 那么都是神的启示 就这个意思 都是神的启示 那么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 那么再次以外 有没有其他的启示 当然有 当然有 对吧 比方说我们 这个拉比传统口售陀罗里边 当然也是有启示的 包括 包括这个历代的这些 艺人 这些敬 敬虔人 他们所领受的 也是来自于神的启示 当然是有的 对不对 只不过呢 这个正典 对吧 是作为一种 衡量的一种 标准 那么 你从其他地方领受的 你要把 你领受的 和这个圣经的标准 要做一个 比较 对不对 免得你走偏了路 但是我们另外一个说法 刚才讲的 软好说的 当神真的要启示给你的时候 那么你会很清楚的知道 这是神在给你启示 对吧 如果你没有清晰的 知道 这是神在给你启示 那么你 启示的 应该不是来自于神 对吧 有可能是你自己 在 在胡思乱想 有可能 下面一个问题 谢谢分享 妥让 因父亲 父母离异 几一系列过失 给儿童女儿 造成的心理伤害 现在成年以后 虽然 能够和睦相处 相互照顾 但是需要特殊事情 儿女对父母的怨恨 还是用语言和行为中 不可控制的表现出来 如何修补父子关系 那么很简单 对不对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 但是不管怎么样 按照我们的分享 人的一生 你的历程 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都是神的命令 对不对 所以说 很多时候你说 我不知道我的命令是什么 那么按照你讲的这个地方 那命令很简单了 那么就说这个人 他的命令 就是要学会赦免 对不对 然后修复 关系 为什么 因为 这是神设计出来的一个测试 这些都是神设计的 对 哪样东西不是神设计的 所以说他的修补 就是要学会赦免 对吧 下面问题 只能都开到神面前 学习陀兰 知道命令和修复的真理 才能真正化解矛盾 还是那当然如此 你必须要去学习 神的陀兰 你才知道神的旨意 对不对 你不知道神的旨意 你当然会埋怨 会抱怨 对不对 这些清晰度 一方面 神不给人清晰度 但同时神又给人清晰度 给谁清晰度 给那些可 饥可慕意的 愿意学习神陀兰的 神会给他们清晰度 对吧 尽管总体来说 人没有清晰度 但是学习陀兰的 那么他们都是有清晰度的 下面一个问题 男方家暴 语言暴力 冷暴力 可以离婚吗 女方产前被打两次 其中一次卡脖子 产后被打三次 用脚踩头很严重 这期间几乎每天都骂人 常常两到三个小时 独骂 摔东西 男方最后一次打了女的走了 现在一年多 不管女方和年幼孩子 心灰意冷 想离婚 但不敢 这个没有什么不敢的 对不对 那么这种情况 你就没法活下去 这个圣经里面 并没有说不能离婚 对不对 你说这个 这个 你说儿子 这是神要我修补 的确修补 你已经受了那么多苦了 你还要修补啊 因为你不知道啊 对不对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这个是结束 对不对 所以说那么你既然已经经历了这么多苦了 那么你作为一个正常人 对不对 你当然要离婚了 对不对 这个没有什么不敢的 你为什么不敢 这个圣经有什么地方说你不能离婚 对不对 陀佛里面是可以离婚的 神给了摩西 让他写修书 对吧 那么这个丈夫可以修妻子 那么妻子也可以 也可以 也可以离开丈夫 对吧 这是可以的 下面一个问题 现在穿越小说很流行 这些背后的意义如何用卡巴拉解释 时间隧道是否存在 这个 所有这些小说啊 什么时间隧道了 这些都是一种很很肤浅的 一种表述 对不对 就很肤浅的表述 就是说 就是这帮人归根结底 他是想用科学 去解释 这个 这个神创造的灵界 那么这是很愚蠢的 一种做法 科学的话呢 只能解释物界 对吧 什么叫科学 科学是物质世界的规律 对不对 那么时间隧道 你不可能在这个物界穿越的 对不对 这个不可能的 因为这是物界 对不对 那么穿越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这灵界的事情 对不对 那么这个和科学没有关系 那么今天这个现代人最大的问题 在于什么 在于崇散科学 把科学当成了神 对吧 如果你真的敬畏神 对不对 你就不会看这些小说 这些小说浪费时间 对不对 这个小说里面写的 都是人在那儿稀里糊涂乱写的 对不对 那么真正的真理 启示来自于圣经 以及学习托拉 那么这才是你应该花时间的 下面一个问题 国内出台 婚内强暴刑法 托拉怎么看 那么 托拉的话呢 他只是一个框架 对不对 只是一个框架 那么在每个国家 每个地区 地方 他有他自己的民法 刑法 对不对 那么 按照拉比的基本原则 那么你如果流亡在一个地方 你就要遵守当地的法律 对吧 除非这个法律是违背托拉的 对吧 比方说如果法律说 禁止崇拜以色列的独立真实 那么这个你不能遵守 但是其他的 对吧 一些民法 刑法 所有这些法律 那么都是应该遵守的 对吧 你必须要做一个遵法 守己的人 那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基本原则 对吧 比方说 国内出台婚内强暴的刑法 那当然是可以的 对不对 这个东西 这个也说明他 这个是怎么样呢 在限制这些暴力 这当然是 这都是符合托拉的 因为 因为托拉归根结底是爱 是怜悯 神是爱 神是怜悯 对不对 下面问题 托拉的苦难关 颠覆了我们的认识 除了传道书 大卫年间的饥荒 还有什么地方经文知识 那么这个的话呢 这几个经文的知识 那么都是这个 这个run how 这个引用的 那么我们文章里面 有其他的一些经文 对吧 可以自己去研究 下面一个问题 男女双方都姓主 但男方性格暴躁 像不定的 这个炸弹 都会发露 炸雷 女方很痛苦 也为宝宝成长环境 考虑 可以离婚吗 那么你这个日子 没法过了 当然可以离婚 对不对 当然可以离婚 这个托拉 并没有说不能离婚 对吧 下面一个问题 安息日祷告 祷告我想多听几次 感觉神的荣耀 唱祷告是特别强 我的微信 Raphael 1618 谢谢 下面一个问题 太多地方 比方说雅各苏 犹大苏 下面一个问题 大卫年间 因为署名的这个数量 数目被击打 留下三样灾难 大卫说愿意落在神的手里 是否就是神降下瘟疫 本来是三天 最后一天就让天使停手 这里显示大卫的过 是要受三天的瘟疫击打 而后面怜悯 只有一天 这也是他生命的命令 那么可以这样理解 就说尽管 对吧 按照这个讲的 这个说大卫你选哪个 大卫说文宁约 落在神的手里面 因为神有怜悯 对不对 那么神有怜悯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 神可能会后悔 在低端的 神的启示 在与人发生交通 在这个低端 那么神可以后悔 对吧 那么神就怜悯了 但是如果在高端看的话 这个神的本意就是怜悯 所以说这个东西要看不同的层面 但是在我们这个低层面 我们知道神是会怜悯的 对吧 也就是说 你如果后悔悔改 那么神是会怜悯的 神也会 也会改变我们的命运 对吧 其实说白了 在我们低层面改变的命运 将来大审判的时候 你回过头来看 那个本来就是你的命运 好 下面一个问题 这个百姓火蛇等等等等 请问其中奥秘是什么 神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告诉我们 这个铜蛇 对不对 咬的是咬人 但同时也可以医治 那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就是说神在创造灾难以前 已经预备好了解药 对不对 那么这个火蛇的话呢 可以代表当初伊典元的这个蛇 撒旦 撒旦也是神创造的 但是神在创造撒旦以前 早就预备了撒旦的解药 那么这个地方很显然 代表是弥赛亚 所以说为什么弥赛亚 和蛇的希伯来文 它的数值都是一样的 三百五十八 Nahash三百五十八 Mashiach三百五十八 对吧 也就是说 在神创造撒旦以前 蛇以前 他已经预备了弥赛亚 就这个意思 对不对 上面问题 犹太人不信耶稣 今天如何赎罪 那么这个的话呢 他不信耶稣 但他信神啊 那么耶稣就是神 一个概念 对不对 这个东西 以后神审判的时候 你没法去和他去变的 这个一切都是神的命定 对不对 犹太人不信耶稣也是个命定 所以应该传福音都没用的 对不对 这是个命定 那你说啊 你这个圣经里边 你不是说 只有信耶稣的才能得救 没有信的都是下地狱 你说不错 是这样写的 但是这个解经是谁 是神解经啊 对不对 将来大审判的时候 我刚跟你保证 神的解经是相当的公义 相当的绝妙的 那个时候 你不得不看他 你说神啊 你真的是一个 有智慧的神 下面问题 这个听很多主的闹离婚 听起来有道理 但本质 双方不愿意去效法基督 信仰是虚假的 基督教人也没有信仰过源头 那么这个要看 这东西 每个人的情况 我们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说你也不能够很笼统的 对不对 很笼统你不知道 每个人的命定也不知道 对不对 但是有个基本的原则 那你当然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修补 对不对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神不会 神给你的苦难 不会超过你能够承受的 这个强度 对不对 给你的苦难 那是正好是给你量身定住的 但如果你真的不能承受了 那也没办法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 因为我们没有清晰度 你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说你唯一能做的 就是敬畏神 对吧 你在敬畏神的前提下 你应该怎么做 下面一个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灵词在灵界有什么 傲名 我不知道这什么叫灵词 下面一个问题 有人说上帝无俗性 自然无规律 人生若白子 怎么解读 这个东西 要看是谁说的 对不对 如果是无神论说的话 你可以把扔掉了 对吧 但如果是一个卡巴拉大师说的话 有可能可以去理解 就说看这个话 你要看是说这个话的人是谁 同一句话 不同水平 不同层次的人 说出来 他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你说OK 如果你说啊 按照卡巴拉去理解 怎么解读 那么你可以这样解读 你说说这个 那你会说 这句话说的挺好的 为什么 因为造物主的确没有属性 对不对 因为在创造之前 我们不可能知道 造物主的属性 自然无规律 那么自然界是有规律的 灵界也是有规律的 但是各种规律 弄在一起就没有规律了 对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 对不对 两套体系 都是有规律的 你把它交织在一起 让人就越看越糊涂 对不对 发现没有规律了 对吧 人生如白子 那你怎么解读啊 你说如果你太属适了 那么你应该明白 人生如白子 对不对 太属适了 你不要把人生看得那么重 但如果你明白神的计划 你说人生是很重要的 人生不是白子 每个人来都有他的记忆 每个人都有他的使命 每个人都有他修补的 这个目的 对吧 所以说人生又不是白子 你看你怎么样去解读 不同的人 不同的解读 下面问题 中文里面有很多 敬畏天的传统 天等同于上帝 农历也是19年差期 是否古代也被以色列统治 这个倒不是被以色列统治过 这就是说 在以色列 希腊山领受土耳以前 神给各个民族都有启示 各个民族 那么都有先知 都是敬畏天的 对吧 中国有很多先知 对吧 像老子孔子 这都是先知 你说他那些知识 从哪里来的 对不对 开玩笑 对不对 这个我们今天 没有人的水平 能够达到他们的水平 他是领受的 对不对 每个国家都一样的 各种文化 这个两河流域 埃及 美洲 印第安人 等等等等 印度 哪里都有 一样的一个概念 神在每个地区 每个民族 都兴起了先知 但是 当以色列出埃及 在希腊山领受土耳以后 那么神就不在 外邦立先知了 那么 那么就放在了以色列 对吧 放在以色列 好 下面问题 亚当为什么分居130年 这期间上帝没有干涉他们 长期分居 违背土耳 这个 这个人违背土耳的很多了 对不对 这个神当然 不会干涉他们的 因为自由选择啊 就好像我们今天 很多人违背土耳 神会干涉他们 当然不会干涉了 自由选择 自由意志 下面问题 基督徒能冥想吗 冥想 冥想 希腊来发现同个意思吗 可以冥想 这个 这是这个卡巴拉 犹太传统的一个 这个苏白亚的 所谓的冥想 就是怎么样超越 你的肉体的限制 能够在灵里边 和造物主连接 那就是个原理 对的 当然可以 下面问题 犹太人 只有一本旧约吗 难道天父没有把新约 赐给他们 不太理解 解释一下 那么犹太人的话呢 有很多 对吧 比方说 首先给托拉 接下来给先知书 对吧 叫特纳 就是我们今天的旧约 那么 在一世纪的时候 这个 新约就出来了 那么新约的话呢 就一世纪嘛 对吧 这个耶稣来了以后 传福音 就通过希腊文 把它写下来了 那么这个新约 主要是针对外邦人 那你说 那么新约的本质 就是对托拉 以及希伯来文圣经的解经 对它本质 那你说 外邦人有了呢 犹太人怎么办 他们也有 那么在同一个时期 这个纳比的口述托拉 就成书了 对吧 Mishnah Gomorrah 对吧 Mishnah Gomorrah 合在一起 叫桃姆 桃姆德 那么桃姆德的话呢 是口述托拉 是对这个书写托拉 的一种解经 那么纳比 同时也有叫 Midrash 也是一种解经 对吧 Midrash 也是解经 那么这个 那比的这些 这些经典 是相当浩瀚的 这东西 人估计一辈子 都很难看完 这个这么多 这么两千年下来 这个他们的这个信息量 是相当大的 对吧 大大的超过了 基督徒的信息量 但是你如果学通了 你会发现 讲的是一个道理 为什么 因为神是一 所以说这个 很显然是两条路 对吧 一个是这个犹太人 犹大 一个是按照 我们以前的学法 说法这个迷失的 十二个支派 那么他们走的是 另外一条路 但归根结底到最后 那么神会让两个干 两棵树要合一 下面问题 不合计怎么有赛特 是吧 好 下面一个问题 基本上没有差异 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在弥赛亚来的时候 没有修补什么结局 还有物贵邪灵 什么结局 那么没有修补的话呢 你至少有些修补 对吧 到最后神也不会等你的 那么最后的话呢 按照你修补的程度 领受赏赐 那么将来的话 将来世界每个人的生命 是不一样的 有的很高 有的很低 按照你修补的程度 对吧 那么将来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平等的 对吧 这有高有低的 物贵邪灵 什么结局 那么物贵邪灵的话呢 会被毁灭掉 会灭掉 包括撒旦 那么都会被灭掉 毁灭 因为代表恶嘛 物贵邪灵两个概念 对吧 物贵的话呢 就是没有身体的 这个灵魂 就是从人 人的灵魂 这个奸淫之类 对吧 产生的 那么邪灵的话 也是一样的 那么在物贵邪灵 都是一种比较低端的 他们和天使还不一样 比较低端的一种 一种存在 主要是人的原因 物贵邪灵 是因为人的原因 人发明的 人创造的 主要是犯罪 下面问题 中国 今年中国农年 用农 农的字 基督教怎么区分开 这个也没什么 农又怎么样 农又不是神创造出来的 对不对 那又怎么样 对不对 这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个农蛇又怎么样 不都是神创造的吗 对不对 那又怎么样 对不对 你今天本来就是生活在一个半成品世界 那你要怎么样 你的目的是修补 对不对 那你做美好的见证就行了 好 那么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结束 接下来做一个散会的祷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